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耳原产于高海拔山林的野生食用菌 口感鲜嫩软糯 营养丰富 更特别的是 它色泽饱满 明眼金黄的外观 这也是判断优质金耳的首要标准 由于野生菌耳的吸手 也让它在市场上保持着高昂的价格 近些年来 在食用菌科研人员的研究下 菌耳逐渐实现人工种植 菌孤种植户齐岗看到了菌耳的市场前景 也希望通过种植菌耳 寻得一条致富路 说干就干 将近两个月的栽培 菌包上应该要长出一朵朵 金灿灿的菌耳了 可令它吃惊的是 眼前这一批菌包上 菌耳竟然呈现出一片乳白色 这一下齐岗着急了 我们刚种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浅黄的那种颜色 我们拿到正常市场去卖不掉 人家那个都是琥珀色的颜色 比我们的要深 肥厚的菇朵 配上金灿灿的颜色 是平叛一朵菌耳 生长良好 成熟度高的关键 更是吸引众多消费者的卖点 相反 白色的菌耳质量不好 品相不佳 与优质野生菌耳 金灿灿的外表相差甚远 如果这满屋的菌耳 都长成了白色 那就无法销售出去 白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成本 和经济的投入 齐岗虽然有着十来年 种植食用菌的经验 可种植菌耳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这些菌耳 没有长成金灿灿的颜色呢 回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分析研究 最后我们考虑到 应该是灯光对它的影响 为了能成功种植出菌耳 齐岗专门打造了一间温室大棚 营造与野生环境相似的温湿度 可是它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光照 野生的菌耳在太阳底下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光线要强一点 它就转得更深一点 菌耳的转色如果转得好 颜色比较鲜艳 金黄色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它设置卖向很好 所以市场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林浸新 来自福建省三明市 真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有着多年食用菌栽培技术的研究经验 也是帮助种植户齐岗 种植金耳的技术顾问 在他看来 光照对金耳的生长至关重要 菌菇不像其他植物 需要太阳进行光合作用 反而喜欢阴凉环境 没想到 金耳却与众不同 阳光是金耳从白色 转变为金黄色的关键因素 如今 在温室大棚里种金耳 没有了大自然的阳光 而要想种出的金耳 也有野生金耳般 金灿灿的光泽 光照成了面临的难题 但是 能否用人工补光的方式 代替阳光帮助金耳完成转色 获得色泽鲜艳金黄的金耳呢 这是食用菌栽培技术科研人员 林靖心和齐岗进行的一场试验 他们尝试找出能替代阳光的 合适灯光 如果没光照它转色转不全 有些地方还会像乳白色那种颜色 所以我们通过各种试验 各种灯光的都去试 都去对比 我们把市场的灯带 LED灯各种色的 强的 弱的 紫色的 蓝色的 暖白的 冷白的 我们都埋回来 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食用菌栽培技术源 林靖心将这些进入转色阶段的金耳 搬运到实验室里 不止灯带 调整角度 光照实验开始了 金耳从乳白色到金黄色 通常需要20天左右 技术源林靖心用这些不同颜色的灯光 已经连续补光照射超过了20天 究竟在哪种颜色的灯光下 金耳才能转成金黄色呢 今天林靖心和齐岗来到实验室 查看实验结果 他们首先查看的是蓝光区域的金耳 这种颜色的光还可以 就是转的不是那么彻底 差了一点 那不够 这种光设置没达到市场的那种颜色 太浅 有一部分转色不彻底 蓝色灯光下 这一批金耳转色初见成效 可在技术源林靖心看来 有些金耳的表面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 这样不均匀的色泽 不是金耳最好的品质 那么在红光和白光下 金耳是否全部转成金黄色呢 这个转色就是弯得不好 很多白不太理想 出乎意料的是 在红光照射下 金耳表面仍有大片白色 这样的金耳在市场上 很难吸引消费者 最后 他们来到白光区域 白光效果最好 色的非常一致 白光为什么这么好呢 它比较像大自然太阳光的颜色 多次实验下来 在不同颜色 不同光照强度的灯光照射下 眼前这款白灯下的金耳 呈现出鲜艳的金黄色 转色效果最好 它更像大自然太阳那种白光一样 这种光最容易达到 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我们终于找到了 更适合这个金耳生长的光 从菌包进了车间以后 化了带应该就开始进行 整个生长过程都在转色 一直照着光一直在长 找到了影响金耳转色的灯光 气缸便开始了 大规模的金耳种植 从菌包接种 到金耳小孤体冒出 再到金耳转色管理 任何一个环节 气缸都时刻操心着 种植基地 几乎成了它的家 这一天晚饭过后 气缸匆忙出门 前往养孤房 每天到了这个时间 他都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 为金耳加湿 经过气缸的细心呵护 菌包上已经冒出了金耳小孤体 于是便进入 初孤管理阶段了 此时如果水分提供不充足 就会导致金耳发育瘦小 孤朵无法张开 不能继续长大 这样的品质难以吸引消费者 当孤朵长大的时候 快成熟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手工啊 用喷雾器去喷啊 用水管去淋啊 给它补充大量的水分 加湿这个时间都要延长 金耳在不同生长阶段 对水分的需求不同 在菌丝生长的初期阶段 湿度要求低 培养室内不需要喷水加湿 除菇后 小孤体大量吸收菌包里的水分 而培养室内空气中的水分 也在不断蒸发 变得干燥 因此需要给此时的金耳 提供更多的水分 前期的话一天 或许只加湿一次 时间还非常短 后期的话需要大量 加湿很多次 但是效果达不到 水分管理不合理嘛 它干了以后它也容易死 太湿了也容易死 沽房内有上千个小金耳 每次加湿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与人力 而人工加湿 又会出现 湿度控制不均匀的情况 这又带来了新麻烦 人工喷水 喷一间下来 动不动都一二十分钟 现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第二个就是说 湿度不均匀 有的地方喷得比较湿 有的地方喷得比较干 有的地方还喷不到 所以都不利于它的伸张 人工加湿难以精准控制 就会导致金耳坏死 那么所有前期工作 又要白费了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间灯火通明的养孤房内 金耳们正处于 出孤期的生长阶段 光照 使它们变成色色鲜艳金黄的关键 除此以外 种植户七岗 还有另一个担心的问题 养孤房里的湿度 为了保持孤房里的湿度 七岗和工人们 每天用喷壶加湿 不仅效率低 还会因为水分控制不均匀 导致金耳缺水干死 或是积水腐烂 那么七岗究竟该如何控制 孤房里的湿度呢 我们要牵制到一些心理装备进去 比如微波加湿 我们就这种话 在手机上这方面就能控制它 金耳的湿度要求 控制在85到95之间 现在加湿器一开 都不用去管它 不但节省劳动力成本 还大幅提高生产管理的便利 能力性 可靠性 科学性 改造养孤房增添自动化设备 如今这些金耳 长在了智能养孤房里 温度和湿度在手机上 就能设置和调节 七岗不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巡防和加湿 大大提升出孤管理的效率 每个孤房的温度 湿度 光照 我们在手机上都能看出来 无论我们走多远 我们都能看到 这一批金耳58天左右 就长成这样 颜色转得非常均匀 已经可以采了 明天就会采收到 明天安排功能采收 从菌丝繁衍生长 再到金耳长出并成熟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在科研人员临近新的帮助下 七岗终于种出了孤体肥厚 色泽鲜艳金黄的金耳 给它最舒服的环境 长出来最好的孤 不仅质量也上来了 产量也上来了 效率也好了 今天 七岗夫妇和工人们 迎来了丰收 孤房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採收完成后 随之而来的问题出现了 这些白色菌包该怎么处理呢 在蔬菜种植大棚外 几名工人正在忙碌着 他们将利用后的菌包 放入这台设备里 只见一边是分离出来的塑料袋 另一边是菌包里的原料 近日采摘以后 我们这个菌包用脱带机 把外面的塑料膜脱掉之后 发酵以后又回到大田 从田间来还到田间去 从田里来再到田里去 金耳的种植 不仅利用起当地的废弃接杆 制作成菌包 还把种植后的菌包原料 回归土地 为蔬菜种植带来养分 这种循环利用的处理方式 不仅解决当地农民的 农业废料处理问题 还实现绿色生态循环 如今智能孤房养金耳 种植户们不仅能在 平原地区种植 而且不受气候影响 一年四季都能种金耳 每轮种植平均50天 就能收获上千斤金耳 带来丰厚的收入 但是 现实却给七杠夫妇当头一棒 这种少见的食用菌 很多人并不了解 金耳的销路成为难题 有什么方法 能让这些金耳走出去呢 这是我们家的金耳 好多人都说不认识它 没见过它 智能孤房门口 一场金耳直播正在进行 一直在刑俩 一定会信号 那对 没见过的 这种更好 良好 对 我们再来 我担心 啦 还是 我担心 低 我担心 他担心 他轻装 我担心 他担心 因为 你 在智能孤房的环境下 种出来的金儿不仅鲜嫩饱满 色泽明艳金黄 而且实现了一年四季 种坚耳的目标 科技的助力不仅点亮了 丰收的喜悦 更给种植户们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如今越来越多的创新科技 影响着农产品的种植 未来在科技的助力下 还会有更多丰收的故事